如果你錄錯了 你就要NG要重來 所以假設錄錯了 我再把這個回顧一下 原來做好的你不用刪掉 你就 啊 優標也不要先放在這裡 你要先放外面 你要有點的動作 如果你就直接放上面就錯了 所以第一個動作 你特別注意 那個都是細節 看起來沒什麼 那我們按錄製的話 我再把那個錄製動作做一遍 這個是不改名稱 按確定 特別注意 第一個動作NG的不對 先取消 先確定先放外面 然後再開始錄製 按確定之後就開始錄 一 優標放這邊 二 再放在資料編輯列 打個勾 就是你公式就留下來 因為如果不留下來 你要重新做一遍 我覺得做一遍很麻煩 把它向下填滿 點兩下 OK了 停止 刪除的話呢 就是錄製 優標放這邊 Ctrl Shift 向下 Ctrl Shift 向下 Deleteer鍵 就OK了 錄完之後的話呢 再來就是去執行它 OK之後的話 那就沒有問題了 那接下來的話呢 我要把它變成按鈕怎麼做 這邊注意 這兩個按鈕其實蠻OK的 感覺蠻... 那這裡面我把它先去掉 怎麼做 如果要增加按鈕的話 請你在開發人員的這邊 這邊有一個插入的按鈕 OK 那你可以看到 它這邊有表單控制 請你找到那個 就是表單控制 就是左上角的第一個按鈕 第一個把它按下去 接下來它會出現一個十字 請你按住不要放 往右下角拖拉 這個按鈕大小 請你自行決定 反正你就大概適當大小 接下來它會問你說 請問一下你這個按鈕 對應的是哪一個劇集啊 那你就跟它講說 啊我是對應 按一下它 幫我執行這個手機號碼串接 那另外的話呢 記得有一個 可能小技巧啦 就是你把這上面的名稱 按右鍵複製一下 為什麼呢 按確定之後你就知道了 按鈕3 那我可以怎麼樣 把這個按鈕3改成什麼 把剛剛複製的那個名稱貼上就好了 這樣的話呢 我就會多一個名稱輸入啦 不然的話你自己要打那個名稱 那再把清除按鈕 按下拖拉 特別注意喔 往右下 按住不要放 往右下拖拉 然後清除 一樣把這個複製一下 然後呢 就是在這邊 把它再貼上就完工了 然後按下它 有了 按下它 清除 那我們就做出我們要的按鈕 其實就這樣 再來的話呢 第一個做按鈕 第二個的話呢 順便來看一下 你已經錄好的程式在哪裡 劇集裡面 請你按一下 剛剛是執行對不對 請你再按一下下面 這邊有個叫編輯 如果你按編輯之後呢 它就會告訴你說 你那個程式放哪裡了 實際上這個編輯也是互叫什麼 Visual Basic 有沒有 我把它按下去給各位看 按下它 然後打開了 程式就在這裡 它的結構一定是一個Sub到End Sub 字太小 你可以工具的選項 裡面有個撰寫風格 你把這個撰寫風格字放大一下 大概這麼大 你會發現 它裡面基本上 就是幫你錄下這些程式 單一號開頭是註解 程式不會執行 所以基本上 我們第一個步驟就是 游標放在什麼 游標放在一式儲存格上面 點Slater就動作 所以這個背後就是程式 第二個的話 ActiveSale 目前的儲存格 Formula就公式 等於剛剛那一串 有沒有 就下面這一串 再來向下填滿的話 有沒有 就點兩下 就是這兩行 所以基本上 請各位可以模仿一下 那個我雲端上面有放 加上註解 有沒有放 如果你原來的程式 你現在看 會看得很吃力 為什麼 因為上面 你可能完全看不懂 那怎麼辦 請你在這上面加註解 註解部分的話 可以參考一下 我這邊已經做好 因為它打這些註解 蠻多的 我先把做完的給各位看一下 就類似長這樣子 錯了 應該是這邊複製 然後把它貼過來 那請各位 自己在這邊加註解 有沒有 註解特別注意 這個是 單以後開頭 如果是單以後開頭的話 後面的程式就不會被執行 也就是說呢 寫給你自己看的 所以以後 程式寫完了 不是就沒事了 因為你還是看不懂 那怎麼辦呢 你要加上一些註解 所以我們剛剛第一個動作 游標放在14 有沒有 程式就這樣寫 第二個的話 輸入公司就這樣寫 第三個向下填滿 就是這樣寫 好 以後的話 其實當然你剛開始不會寫程式沒關係 我覺得 VPA 就是 Excel 有一個蠻不錯的功能 就是至少你可以錄製 你不會寫 你可以先錄製 慢慢學習 以後如果會的話呢 自己再慢慢去撰寫 對應的程式 那也就是說 以後呢 你只要做過的事情 全部都可以變一鍵完成 也就是說呢 全部都可以自動化 反覆做的事情 就只要做一次就好了 其實人對於那個重複做事情很厭煩 很容易做錯 而且會疲勞 但是電腦不會 電腦最喜歡做的事情 就是不斷重複做那些事情 所以你要利用電腦做什麼 就是幫你不斷重複去做 那另外還有清除 所以剛剛這個清除部分 Cyber 叫做手機號碼清除 其實也是 這邊有註解啦 有沒有 游標放在14 Cyber 向下 就這一行 然後清除的話就是Cyber Content 你當然也可以加註解 我看這邊有沒有加註解 這個沒有加註解 沒關係 大概知道一下就可以了 所以請各位待會做兩件事 一 做按鈕 二 按一下劇集裡面的編輯 把這邊上面這個加上註解 試試看一下 畫面先還給各位 按鈕 按鈕 太出判了